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严重冲击 台湾观光旅游产业 业者着急跳脚 蔡总统承诺 短时间内 政院就会提出纾困方案 就开了国安高层会议 在会议里面我们已经做成决议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次 受到疫情冲击的观光产业 我们跟其他的产业 我们都必须要拿出 有效的措施来纾困 向政院含话加紧脚步 原本表定最快时候 就会有具体方案出炉 为了因应这些最新疫情的发展 我们政策形成过程当中 包括纾困的项目 纾困项目的说明 以及金额的精算 大概都要重新来过 疫情政策变动快 方案得再重调 包括交通部日前提出的方案 短期纾困筹边44亿元 主要补贴旅游业损失 以及融资利息 中长期救火目标 观光业 农业 工业 以及人才培训 以及观光景点设施改善 但一切都得等政院拍板 在野党建议订定特别条例来解套 政府有500亿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 能够对于受影响的产业 相关的民众提供协助 强调书困内容必须滚动 看疫情变化而定 但对象首波将会是急迫的观光业 至于受到中国大陆疫情冲击 严重的工商业 可能得等到第二波 但疫情冲击挡不了政院承诺 方案绝对会在笨州定安 欢迎新闻 林静祥 林静祥报道